澳門的賭場大廳一直以來都是普羅大眾賭客 榴槤墜腳的地方,這裡的賭桌頭注的額度比較低 適合廣大的普羅大眾去娛樂博彩 以百家洛為例,普通賭廳的百家洛一般以1000、2000、3000為最低頭注額 當然投注額度也有低至500元港幣一注的賭桌 而最高的投注額度通常都是200萬 在普通大賭廳下注,如果你下注的筹碼 是低於最低限額 你基本上是可以隨便將自己的筹碼 搭在其他賭客的籌碼之上去搭單頭注 只要你跟及被搭單者單一聲說一聲就可以了 賭客們一般也不會有什麼異議,有什麼計較 正所謂齊齊贏 大家一起收錢 因此普通大廳的頭注氣氛是最易跌的 旺年開的倒桌,人氣飆升屢裂外外 是慰滿人 這是經常看到的事情 兩邊 雙邊,雙邊,雙邊 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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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邊 各種祈求 獲勝的僑渴聲 此起彼伏 當然要求得最多的就叫做公 無論是 說什麼話的也是叫公 將賭桌的氣氛推至狂熱 還有伴奏普通賭廳的音樂音量 通常會比較大 會顯得嘈雜 或者令賭客在音樂聲中保持著一定的亢奮狀態 而高額投注區跟普通大廳有很多明顯不同的地方 首先在音樂的噪音方面 高額投注區相對來說顯得比較安靜 僅僅有非常細聲的音樂播放 至新其中會覺得非常安靜舒適 適合投注者靜心思考 高額投注區的百家六賭桌 通常最低投注額都是為三千五千一萬 甚至更高 高額投注區的答單也有講究 你必須要徵得別人的同意 例如你發現某一張賭桌最低投注額是一萬 而這張賭桌正處於人氣王 人人贏錢的時候 你又想參與下注 但又不想下注一萬元去冒險 你可以徵求已經下注的賭客 並將籌碼交給這名賭客 經由他的手幫你下注 千萬不要擅自把籌碼 疊在別人的籌碼之上 高額投注區幾十萬一注 十萬二十萬幾十萬一注的賭客 亦都時不時出現 不過大多數都是 頭注五千八千一萬幾萬一注的賭客 居多 這裏的賭客 無論男女落注 往往都是一澤萬金 高額投注區是真正賭客的贏錢 好去處環境舒適 只要你帶的賭本有三萬 或者是五十萬左右 只要你進入了高額投注區 你基本上是會從此 一樣成為高額投注區的常客 無他環境好 除非你決定不了